越是艰难时刻 无助的人越容易倒下 妈妈没有工作 没有收入 职业两年 现在又遇到疫情 生日成年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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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疫情让原本无助的生活更加严峻 然而对弱势族群而言 看不到未来的希望 比面对病毒更令人担忧 即便疫情肆虐 连带冲击捐款意愿 安利对弱势族群的关怀与承诺 不曾改变 安利希望工厂慈善基金会 持续赞助爱陪伴客服计划与追梦计划 帮助偏乡弱势的孩童和青少年 找到实现自我 翻转未来的机会 安利公司多年来借由公立商品的制造销售 为身心障碍的朋友创造工作机会 今年9月与阳光基金会 妇女新知协会合作 推出新的工艺品项 内心立体口罩 除了提供颜面散伤及受伤者工作机会 也支持中高龄弱势妇女二度就业 所得的产品利润全数争作工艺 持续用行动照顾弱势族群 谢谢阿丽老大跟老大姐姐 感谢阿丽给我们许多支援 让我们可以上客服吧 因为我们很好的图书环境 让我们会有图书 感谢你 感谢阿丽给听会 小银感谢你 谢谢阿丽 感谢直销商对工艺的投入和支持 落学安利助人的愿景 同时在许许多多不为人知的角落 公司付出 创造善的循环 诚挚邀请您一起做工艺 一起守护台湾弱势孩童的未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